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EAN的Foundation投资周济 我是EAN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房子的基础 Foundation是怎么浇筑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Foundation 今天正在浇这个Foundation的墙 实际上做Foundation大概分几个步骤 首先你Permit下来之后可以挖土 挖土的话就先要挖到够深 那一般宽度Foundation的宽度 墙本身的宽度一般也就是墙体大概就一尺左右 Footing就是墙 它最后是坐在一个相当于水泥墩子上面 那个墩子的地方更宽一点 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视频下面 大概这个位置 这是绿的就是墙 墙下面的水泥已经浇好了 就等于说整个基础是分两次浇筑 第一次先浇下面的我们叫Footing 然后再浇上面这一部分墙体 那这个Footing呢 这个Footing的宽度会宽一些 Footing大概是有将近两尺左右吧 然后这个Wallout大概是一尺左右 就分两次浇筑 那你在挖的时候就自然要挖的更 比这个Footing本身还要更宽一点嘛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边上挖了 大概有四尺左右 这边留了有大概一尺的这个距离 主要是因为你浇水泥的时候 之前要放这些木板嘛 这个木板叫FORM 就是怎么说呢 叫中文应该叫模子吧 你要把这个Footing的形状给它固定出来 用这个木板把它固定出来 然后里面下了钢筋之后 可以再灌水泥 所以你需要额外的这些距离 那挖出来的土呢 如果是你像我们这个 有一部分是挖住地下室 那这个土没办法 就只能晕走了 然后有一些呢 你还可以留在这个Site上面留一些 像我们这一堆土 因为你最后还要再回填嘛 Footing做完之后还要再回填 这个模子做好之后呢 通常是需要City过来检查一下 那City过来检查 主要是确认你这个Foundation的位置 深度 然后还有里面的钢筋的数量 和这个材质 满足要求 之后呢就可以交住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角度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看这一面木头墙 最下面的地方 水泥已经交好了嘛 那个就是Footing 然后这一面墙整个都是新做的 所以这个房子是有地下室的 地下大概有个40左右的 这个40左右的这个高度 那这个墙的模板做好之后 也是有一个检查 检查之后 过来之后就可以交住这个混凝土 今天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混凝土在交的之前呢 还要放这个混凝土里面 还要放一些这个 就叫什么 这个叫 hold down 就最后 因为你的基础上面还要放建整个房子的 framing 然后最下面那块板呢 是一个横躺着的板 就是不要把硬木板跟Foundation 固定在一起 就靠这个东西 所以今天交住的话 我不知道今天是搞了多少个卡车 大概是有个四五个卡车的样子 然后这个模子弄好了之后 钢筋弄好了之后 就交水泥吧 今天基本上应该是交完了 他们再把这个最后的表面稍微抹平一点 就等着它干 大概一天左右 干透了之后 把这些板子撤掉 撤掉之后 下一步呢 就是要做这个basement的地面 大家可以看现在还是土的地嘛 这个最后要铺成水泥地面 所以下面还要加一些碎石子和保温 然后上面再浇水泥 这是整个水泥的这两个车 这个就是一个泵车吧 后面那个是大的是一个装水泥的灌车 今天大概是来了三四车的样子 这好像还有一部分需要灌 这车现在要倒进来了 所以Foundation实际上是一个相对还是 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做的 大概前前后后可能要两周左右 挖土 然后模子检查 浇水泥 两周算比较快的 尤其是在这段时间 各种材料 运输 包括人工都短缺的情况下 经常是这个东西耽误一下 那个耽误一下 所以就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那像西雅图前段时间 整个西雅图卡车的工会 就是开运水泥的卡车的司机工会 还在罢工 罢工了大概半年左右 对整个这边的供应链 也造成了很多影响 那现在已经复工了 这个问题就相对来说解决了一些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 也欢迎你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